人就是要有信用 民無信不利 所以我也再一次 雖然每一次我都要提 也提了人家說 你怎麼還要再提 這代表起禁戶 我想我們市民的新生 後來負擔了38億3 但是呢 我這一任在接任的時候 也為了避免 已經開始啟動了 我就是想做 我不是不做 但是已經啟動了 就啟動 我們就開始做 唯一就是財務的負擔 那今天財務的負擔呢 我想同時也讓我們面對 因為最近我想局長也來講過了 就是又要增加38億3 缺工缺了又要9億 9.8億 還要增加9.8億 真的 這也軟頭沾滾 這講的 所以保安 抱歉 這個我必須要讓你了解 西区大發電 東区再升級大進步 整個嘉義市的發展 我們如果少了這一個預算 如果還要再負擔 真的對我們來講 其他的建設恐怕又動不了了 那剛才市長談到了VRT轉型LRT 就主要看運量 如果說運量夠 那嘉義車站到高鐵站 如果過的話 我覺得將不一定會支持 所以我想說VRT如果量夠 已經養量夠了 要不要轉型 這部分我想說 可以的話就是提一個可行性的 這個報告來看它怎麼轉型 包括怎麼設站 然後以後再跟這個整個雲 這個要怎麼來處理 穿著衣服改衣服很痛苦 這個也我們通常也是很辛苦 臨時軌然後施工 幾乎他們的工程就叫做臨軌工程 所以最近他們有一些狀況 讓大家好像給他很大的這個指責 因為他就是鐵路立體化 都坐在軌道旁邊 用這架鋼鐵路旁邊 但是也不是理由 要全力注意這個安全 那經費的問題 那個也我知道這個 市長每一任的部長 哪裡都問過這個問題 我想說今天來這裡看 我們一定要在114年12月 通車高橋通車 那我是非常期待 那相關的規劃也同時可以進行 那一般是他通車完以後 因為東西向的這些軌道 都已經高架了以後 這些地下道高架就可以拆了 一般都這樣 除非是說你在做高架的時候 跟某一個陸材有衝突 那才會提前拆 一般都會留著 那這部分拆 我知道你們原來只是承諾 只有做一個 現在五個都要做了 那也沒問題 謝謝 那交通維持也還OK 都沒什麼問題 那我是覺得就千里以後 就是114年12月 那個完工 那這樣子我們就期待 2025年12月底 高架通車 通車完畢之後 部長剛好特別指示 這部長的才是 三個月內 三座路橋跟五個地下道的縫合 要把它給完成 我想就我們先做這三個確認 這個第一個會議點的確認 有主要的確認 如果我們已有更多人 我們先做一次 我們先做一次 再次發展 一樣 我們先做一個